星星队长秦天圣角色深度分析 这个全新的角色登场于即将上映的变形金刚7超能勇士崛起 作为巨无霸军团的指挥官 同时也是汽车人最后一任领袖 秦天圣诞生于1996年的动画《超能勇士》 其中巨无霸和原始兽分别是汽车人和霸天虎的后来 秦天圣早期为了追捕威震天为首的原始兽军团而来到了史前地球 由于受到地球上能量磁场的影响 巨无霸们根本无法长时间维持机械生命形态 因此他们纷纷化作地球上的有机生命 而老大秦天圣选择的是一只黑猫猩猩 故而有了猩猩对比这一场人 而秦天圣据无分析 很有可能是秦天柱开的小号 毕竟他可是蹭过秦天柱佛种源的男人 在电影中巨无霸和原始兽的设定可能与动画中极为相似 因为预告片中提到了来自过去和未来 由此我大胆猜测 很可能巨无霸小队正是从未来时空穿越到了地球 之后他们折服数百 因为宇宙大地降临地球而选择与汽车人联手抗争 而同为领袖的秦天圣又是秦天柱的后代 因此秦天柱一开始不认识秦天圣也就不足为情 反观秦天圣却能准确叫出秦天柱的名字 由此也不难看出 导致两个不同时间线的角色同台登场的原因 一定是巨无霸小队的传练 而作为巨无霸的王八哥 秦天圣分别有着日常兽形态和战斗人形态 兽形态下的秦天圣力大无穷 一巴掌一个杂兵就跟拍死苍蝇一样起来 层中直撞且勇猛无敌 显直就是强化版机械金刚 而人形态的他更是精通各类战斗技巧 双臂万藏式短笔能合成一本长长的练 递招一世间充斥着宗室风范 而类似于动画中秦天圣的更多能力和形态 仅从预告片中也无法得知太多 那么你们觉得关于秦天圣的分析我说的对吗